您现在观看的是 奇想天外工作室 配音作品 斜白龙 保护势力 藏山藏 开始 闭眼 师父 弟子花园回来了 师父怎么不见了 空气里还能闻到残留的妖气 该不会是被妖怪带走了吧 什么 那和大使不好了 我们快沿着妖气追上去 是 你们两个那叫什么态度 师父现在说不定正在被邪恶的妖魔残虐地玩弄着呢 大王 门口来了几个人 看来是圣僧的徒弟们找上门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你们这些笨蛋 我等你们很久了 就让本王来陪你们玩玩吧 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到底把师父藏哪儿了 快把他交出来 想要回和尚 先打赢了再说 哇 擒贼先擒王 杂鱼们就交给我和小白龙吧 师姐你呢 就直接去对付黄蜂棍 上吧孩儿们 闭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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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包好重 用手应急一不小心就要跪 糟糕 要被围攻了 这都是些什么不要脸的东西 等 等一下 这么多个一起来 看来世界已经沾了上风 应该很快就可以打败他了 我好像听到了很熟悉的声音 死猴子 别给我嚣张 皮卡 本王还有抄臂沙没出呢 看来不得不用了 打开开关 哇 三昧神峰 皮卡 铁 这种戒 眼睛看不见了 死猴子 都怪你胡闹 先撤退再说 好不容易才占了上风 可不能让你们跑了 告诉死猴子因为那只黄蜂而失明 我得赶快闭上眼睛 我是绝对不会 正眼的 小白龙可不能交给你哦 总之先撤退吧 报告大王 和尚的徒弟们跑了 让他们跑吧 虽然那只骚猴子 确实让我火很大 但反正 他也不是本王三昧神风的对手 既然知道了他们的金粮 那就说明没必要怕唐僧了 咱们现在就回去把他吃了 妖怪好像没追过来 现在应该安全了 师姐 你的眼睛还好吗 眼睛睁不开 看来要去看眼科了 努力一下嘛 睁开了有好东西看呢 为什么突然会有如此强烈的残念闪过 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可不可可不可以怕怕的表现 到底是什么 这可不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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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